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呢 我直接开局就打开了透视 啥意思啊 八大恶人到齐了呀 这关咱们开局呢 卡潮是有一个樱桃的 我们选择先炸一个盲盒僵尸 等会儿 下面这个好像是头脑风暴啊 那既然这样的话 咱们直接炸开123路的巨人僵尸啊 好 直接吸 漂亮 但是怎么 他还掉僵尸呀 这些僵尸如果不管 他的话他就会跑去一路 但是没关系啊 咱们有个辣椒 好 虽然他会掉僵尸 但是他也会掉植物 总体来说 咱们也是不亏的是吧 好 上面又有两个小僵尸 马上变身 没关系 咱们有冰炮直接再炸 一步一步提存呗 最终啊 我们应该是全部拿的都是植物 好 这个五王僵尸就非常漂亮了 来 咱们前面放一个坚果 把它拦住 然后放出五王僵尸 咱们卡潮有樱桃呢 可以接着把盲盒炸一炸 双生樱桃 能炸两次非常舒服 又来一个辣椒 那咱们接着炸一路呗 好 豪华版盒子来了 一路的僵尸也越来越少了 等咱们解决完一路啊 就开始打最后的四个巨人僵尸了 虽然目前来说 咱们的输出还不能打这个四个巨人僵尸 但是没关系 一路还会给我们植物呀 好 现在的话 咱们必须得打巨人僵尸了 不过我先打前面一个白眼巨人僵尸 然后配合三叶草 吹一吹 应该是可以拿到小鬼卡片的 啊 来了个二爷冰车 坏了这个冰车就麻烦 只能放到最后边去 但没慌 咱们先拿着看看巨人僵尸掉什么卡片就说 如果这个二爷不管他的话 他就跑去这里了 所以非常危险 哎 咱们卡槽有樱桃了 那直接用樱桃解决他呗 漂亮 还有一个樱桃直接炸巨人僵尸 哎呦 用不上了 没事 僵尸不是喜欢跑一路吗 让我直接在一路安排一点火力 哎 这样我可以某某在一路刷 好 现在有个樱桃 我再来干一下冰车巨人 这不轻松拿的吗 你看我这个羊桃变成了三发羊桃了都 然后玉米加龙泡车炸一下 好 又拿到一张卡片是吧 哦 虽然是一个机枪射手 但是没关系 这个机枪射手 我直接用樱桃来炸 然后二段樱桃再炸巨人 就是玩 没办法呀 这关太简单了 要是这关不生产阳光的话 啊 可能会难一点点 但是生产阳光的话 咱们卡槽的樱桃就是无限的兄弟们 好 现在我们场上就剩两个军人僵尸了 别慌 先玩就玩鸡哥 好 这下直接两个樱桃兄弟们 来吧 直接全开吧 上点难度还是 不然这关太简单了呀 还丢个小鬼 你看 我直接加哦 我不想炸他 我直接用三一草吹一吹 他不想吗 然后玉米加龙泡 哎哎呀水草雷 好吧 这玩意不能放 但是也没关系 咱们冰炮来炸一下 哎呀 金坑都好了 金坑还给了个樱桃 小鬼僵尸 我给你个机会冲进去 吃掉大夫的脑子 好 这里又来个圆环的话 咱们直接樱桃炸巨人僵尸 好 再然后再动静一下 这个圆环我直接拿手里面 不想玩了兄弟们 我只要拿到手里面 他是不会跑去一路变身的啊 那现在的话 我们打开许亮看一下 看多少血 好500多 那咱们弯入许愿池 就可以轻松拿捏他了 好